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三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里 根据CoinGecko的资料显示截截稿前 BTC现价布29985美元 跌幅达1.6% 而ETH现价布2044美元 跌幅达2%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市况 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LTC 现价布72.51美元 升幅达2.5% 而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DOT 现价布10.54美元 跌幅达5.8%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其他重点消息 有无聊原武公司Eugolab 所开发的元宇宙项目 在今个月1日就开始正式买卖土地NFT 反应就相当热烈 在开卖10分钟后 还搞到以太坊的Gas Feed突破新高 去到8,166个季 造成手续费比快地更贵的惊人现象 还打破了OpenSea的单日最高销售记录 有件及此 他们只是考虑把ApeCoin移植到其他车上 这么大的project 当然会引来一种区块链赚笨头想要 首先 Nayer 1的公链 Avalanche和Fro 就表示 尤其拉拢ApeCoin 迁移到他们的生态上 AlphaLab的CEO就表示 他们正是和ApeCoin Dao讨论 IVAX是适合他们持续发展的生态 而Fro就表示 他们正是和ApeCoin Dao的董事会成员进行对话 认为Fro将会成为ApeCoin 一个好的家园 其实将ApeCoin 由以太坊移植到其他车上 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快交易速度 一句说完就是快点又便宜点了 而ApeCoin的董事会成员就表示 他们会将移植去哪一条Train的这一个决定 交由DAO的社群去决定 拆浅民主制的做法 如果大家有ApeCoin 都不妨看看他们如何各出其谋去做宣传 至于会不会再有其他Train加入战团 我们又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好 下一只消息 最一只消息是来自CoinDesk Blockchain技术的应用层面就越来越广泛 经历了UST脱欧事件之后 都会为之前炒作风气浓厚的币市 带来一段时间的修复期 相信之后加密货币界的区块链应用场景 将会越来越多 不过就不仅是金融领域的方便发展 反而会更加倾向于商业应用 最新消息 四大会计师刘EY 将会在Polygon Network上推出 Supply Chain Manager 这个新出的项目 将会是实体世界的会计师行 正式进军区块链应用的第一个project EY OpsChain Supply Chain Manager 将会利用区块链 可追踪源头的这一个特性 去管理产品库存 在实际操作上 他们将会创建一只token 去代表资产和库存 然后OpsChain的system 将会在整个供应链网络中进行追踪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好像我们寄件的时候一样 会有一个checking number 去查询份件去到哪里 而根据现时的技术 速递公司会将些data 储存在自己的database里面 而Polygon今次的角色 就是取代了现时中心化管理的database 让用户和管理库存的人 可以共同写入和查询有关的货物情况 这将会是最理想化的状态 不过现时 EY会计师行还未打算这么公开 所以现阶段 他们都只会将他们的库存 公开给相关的人知道 而Polygon也保证只有 经各授权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在他们条圈上面的完整库存历史记录 虽然将区块链技术结合 在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里面 这个use case一直都被商界形容为 下一个新的方向 即是工业4.0的其中一环 不过由于现时常用的区块链 缺乏交易私隐 所以都令到一众实体企业却步 今次加密货币价的这个新转变 会不会为现时气氛低迷的币价 带来新的气象 我们又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好 今天的分享又暂告一段 记住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